你知道古代的易容术吗 如果说 它是真实存在的 且凶手一完容后 再去犯案 警方还能抓到他吗 再如果 结合当下 再加一个连天网系统 都找不到他的反侦查意识 警方又要如何破获此案呢 今天的这一起案件 就是典型的 高智商犯罪 凶手真的坐到了来无影 去无踪 他把警方耍得团团转 只差那么一点点 他就逃脱法律的制裁了 2018年3月28日 位于206国道边的 江西省景德镇 市阴敦夏村 不知从何处 来了一个男乞丐 该乞丐其肩长发 上身穿夹克 下身穿花裙子 脚上穿皮鞋 他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 他的精神可能存在问题 在接下来的三天 他一直在村中转悠 白天 到了饭点 他就挨家挨户乞讨 只要吃的 不要钱 到了晚上 他就前往村后半山腰 一处荒废的房子里睡觉 提起对他的第一印象 村民们都说还不错 虽然是个乞丐 但他很有礼貌 要饭的时候 他会站在屋外 一言不发 你要是给他一口吃的 他就冲你点点头 你要是不给 他也就转身走了 刚开始一切正常 直到四天后的中午 一声巨响打破了这份宁静 这声巨响是从村民吴某家发出的 刚刚睡醒的时候 听到那个大厅里 这前面好大的声音 在屋内睡觉的吴某儿子 被客厅的巨响惊醒 他赶忙起身去客厅查看 进入客厅 第一眼 他看到了正往屋外逃跑的乞丐 第二眼 他看到了倒地不起的母亲 母亲的头背乞丐用铁锤砸了一个大洞 鲜血裹挟着脑浆喷得到处都是 就在他愣神之际 乞丐已经钻入了后山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片刻 他反应过来了 赶忙拨打了110和120 遗憾的是 经抢救 吴某因伤势过重 回天乏术了 警方赶到现场后 在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当时 他们的第一判断是 这个乞丐 应该是个神经病 本案的导火索 应该是他在乞讨的过程中 吴某说了什么话 或者做了什么举动 刺激到了他 从而酿成了这起悲剧 随后 在村民们的职业下 他们来到了乞丐的赞助地 板山腰 那处荒废的房子里 诡异的一幕幕从此刻开始 首先 乞丐并不在这 但此处 有他生活过的痕迹 左边卧室内 他用砖头垒了一张床 房内虽然破败 但能看出有被精心收拾过 一个精神病患者 一个乞丐 会这么精致吗 这个念头 在众人的心中一闪而过 当下 他们的首要任务 是找到乞丐 随后 他们决定 搜山 此次搜山行动 从当天下午两点钟开始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五点 遗憾的是 他们是未能找到乞丐留下的任何线索 警方分析 此时此刻 乞丐大概率已经逃离封锁圈了 随后 他们将侦查方向 转移到了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辐射到方圆十公里 所有的天网监控上 奇怪的是 他们足足查阅了一百个距的视频 是压根就没有看到乞丐的身影 一瞬间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众人的心中升起 不知乞丐去了呢 那他从何处来的 总能查到吧 随后 他们又调出了28号到今天 所有的视频资料 外加火车上的沿途监控 以及汽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共计二百个地 然而 结果依旧 是仍然不见乞丐的身影 也就是说 不知他从何处来 不知他往何处去了 警方恍然大悟 这极有可能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高智商犯罪 视频中不见乞丐的身影 只能说明他乔装改办了 随后 警方二父乞丐赞助过的破误 因为只有此处 有可能能找到他留下的蛛丝马迹 这一次 经过警方挖底三尺的勘察 终于 在床下 他们找到了两根疑似毛发的物质 经过检测 它是一种纤维 是假发 这就是一起预谋已久的高智商犯罪 结果一出 警方立刻调整侦查方向 开始调查被害人生前的社会关系 他与凶手之间 必定会存在某种联系 经查 被害人无谋 生前为人后的 不存在和人有感情 金钱上的矛盾 要说什么小摩擦 年初 他拆除了邻居徐某家的厕所 两人曾绊过两句嘴 并没有上升到肢体冲突 对于这一条唯一掌握到的线索 当时 警方觉得 可能性是不大的 会有人为了一个厕所就去杀人吗 但 抱着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的出信 他们还是对徐某展开了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下一条 结果显示 徐某曾在28日坐火车 从浙江回到了景德镇市 最主要的是 一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 他又坐火车返回了浙江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 难道说 流浪汉就是徐某们 带着这个假设 警方来到了阴敦夏村 进行走访调查 结果是 所有的村民都说 流浪汉不可能是徐某 这其中也包括徐某的家人 但就在警方以为又是空欢喜一场时 一位村民提到的一个点 让警方眼前一亮 当天 抓捕小组赶赴浙江 当天 徐某落网 警局内 面对警方的审讯 很快 徐某便承认了杀害吴某一事 这是纯纯的意外之喜 而提起他的杀人动机 还真是一位厕所一事 今年年初 他从浙江回到老家 当他得知自家的厕所 被吴某拆掉后 他表面不动声色 内心已生出杀人之心 往后的几个月 他开始计划 如何杀害吴某 28号 他坐火车回到景德镇 将自己打扮成乞丐后 回到了阴敦夏村 前三天 他并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反复试探 试探有没有人认出他 结果是很明显的 第四天 见时机成熟 他挤榔头 砸死了吴某 随后快速逃离案发现场 连夜返回了这家 这就是案发经过 那么问题来了 看到这 肯定会有人问 徐某心眼怎么这么小 按照他这个性格 是不是还杀了其他人 没有 吴某的死 算是一个导火索 是徐某本身的性格 加上他近些年的变故 让他犯下了此案 2004年 他去广东打工 被人打伤了 隐私部位受到了重创 这直接导致 后来他妻子出轨 最后两人离了婚 这对徐某的打击很大 去年年末 也为他个人的原因 他又被单位领导辞退了 情场和职场的双重打击 让本来性格就孤僻的徐某 患上了抑郁症 今年年初 他回到家 当他得知自家的厕所 被吴某拆掉后 他的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欺负我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你们都杀了 这就是原由 此年 经法院一审判决 徐某死刑 他在一种 可以说是相对自闭的环境下面 养成了自己的这种 自闭的性格 这种人极度容易钻牛角尖 我们说的 直接容易走进去死胡同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来发泄自己的心中不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